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馬遜的Bezos是世界首富 他被人發電劈腿所以離婚 所以我認為他離婚是假離婚 先講一講疑義 阿馬遜的主席貝索斯是全世界首富 第二是Bill Gates 如果他離婚之後 他就會立即變成跌了很多位 都是前十名五十多名 整家人都在前十名 如果他不死的時候 他肯定是最有錢 但他分給幾兄弟姊妹 十大富豪都有他們分 但現在的問題很正常 有錢人經常見到他們離婚 沒錯 但問題就是他離婚的故事 是很可疑的 根據他的女兒 是一個48歲 即是你說那個小三 即是外遇 是一個48歲的女人 49歲 正常來說 有錢人當然是貪年輕女 亂口 亂口 如果你要年紀大 不如就跟原輩一起 除了查理斯之外 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 而且問題就是 那個人 因為Bsauce 都是很年輕 如果他是Murdoch 這樣就不一樣了 Murdoch 那些人算是小三 對他來說是很年輕 但這個來說 他本身年紀不是很大 為什麼他要找一個49歲 而且最人神共憤就是 是一個朋友妻 是 有什麼理由你搶一個朋友 朋友介紹他老婆 你還要搞他老婆 我朋友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再加上 他們是很牽涉到這麼多錢 那你有什麼理由 被National Enquirer 跟蹤了四個月 即是這麼有錢的人 這麼多保鏢 你會給媒體 跟蹤四個月 而且跑了兩個人 跑了五個周到 私人飛機 豪華卡場 直升機一齊逃回兩人 除了五星級酒店 小酒吧 秘密二人晚餐 秘密愛巢 中共道出銷 最後那樣就是秘密愛巢 我可以說了 OK 有什麼理由被人捉到這麼多證據 你傻的嗎 所以我就覺得 一個有錢人去滾 被人這樣抓 都真的不可能發生 四個月都不知道 好像是有心被人拍照 我們娛樂圈就是 以前同時也是 即是要做得清晰的事情 都一定是放了給其他人 沒錯 即是純從一個人 為什麼要找他這麼老 因為這個人手裡 跟你一起是一個 Conspiracy 你一定要那個人有身份 因為那個男女 那一對夫婦有身份 他那個是很知名的明星 有McDamon Hugh Jackman 那些明星 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為什麼你再勾他老婆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奇怪 即是首先他的朋友有身份 然後他的老婆有一把年多 然後你還要跟這個老婆鬼混的時候 你這麼有錢 這麼多保鏢 都會被記者拍照 即是說來講 這件事都是不通的 沒錯 為什麼會不通 因為他太明顯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當這個就是一個局 OK 你聽我說 一個大股東去沽股票 其實是有一個很高的技巧 因為你沽股票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一個很… 明正言順的理由 是 你沒有辦法沽到 因為市場會很大震撼 你沽不到好價 即是你肯定是對於你的公司前景沒有進心 你才會沽股票 如果好事有什麼理由會賣東西 好地地 還要是科網股 科網股是最敏感的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看過前景 其實不是說 其實現在Amazon這麼多年 都好像沒有賺錢 最重要就是它是百多倍PE 它是非常之高股值 所以更加引誘它是很大的決心 第一就是引誘它要賣股票套現 第二就是它一賣股票套現 股價隨時會倒下 沒錯 在這兩個矛盾之下 它就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至少它要跟董事局解釋 因為它也不是 美國那些全部都不是自己拿了 五十一 它跟人家說 為什麼我要沽股票 我們要解釋 好奇它解釋 我一往離婚 我老婆沒辦法 如果不是我這樣說 我再解釋一下 大家通常用什麼手法沽股票 例如Wall Buffett用第三者沽股票 他記不記得當年時沽中石油 他沽清了 然後用平油去寄回交易所 然後搞了一個多月 當你知道的時候 原來它的沽股票 是沒錯 很多人 究竟用什麼方法沽股票 大家都有藝術 所以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就是Bill Gates 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就說 信索基金 這個不高 他說我現在退出明月 我做善事 我全職做善事捐到慈善基金 我全身家捐出去 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捐到慈善基金 不過他還是世界首富 如果捐了一些東西 照計應該不會是世界首富 為什麼現在的首富盤 綁住他 捐了九成九身家 對 為什麼你還在世界首富 你不明白為什麼 我就去關注愛知病 我就去關注這個世界上 他現在都搞了很多創新企業 他關心這個世界 所以就投資了很多創新企業 沒錯 但是你投資創新企業 分分鐘會有錢賺的 沒錯 這就是Bill Gates的問題 然後他怎麼賣股票 他不是高位賣的 他是定期釋出機制 就是說我固定了 是要去每隔多久 就要沽多少股票 所以我不是什麼 我只是機制 我不是看後市不好 或者就算是 我也是有一定信心 如果不是每隔多久 是 其實市場也吃不到這麼多 所以其實沽股票 永遠都是很聰明的人 才能去沽股票 而且永遠都要找一些藉口 所以你就一定要去想一些辦法 最聰明的人才能想到這麼高的辦法 我覺得 我很懷疑 因為還有一件事 令到我覺得懷疑 就是他出了那份離婚聲明 現在你勾婆 即是你現在有第三者 還可以說到 我們可以未來繼續探索愛的方向 或者大家都還是朋友 即是你說這些事情做什麼 還可以一起一起的 沒有 一幫你很壞人 你是人渣 是啊 你是人渣 大家還可以互相尊重 未來還可以找尋一個新的相處方 即是將來如果你復合 都還是很合理 我想他們未必會復合 現在太過離譜 但問題就是 他們 我還要補出一點 就是為什麼要補充49歲 就是 你的老婆會怕他跟他假氣珍重 即是假氣珍重 你又說保證你吃不下 是 我現在選擇那個 你也有信心 我選擇 一定是他們好朋友 所以覺得他不會和他吃不下 才會這樣做 即是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是 最後也說少少關於離婚的概念 其實離婚也是一種合約 是 這個完全 這個結婚離婚 全部都是一種合約 是 只是formatize 是 但是我記得當年的時候 你和Mira做節目 已經是講了 已經講了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但是那樣東西 可能要用一整個節目 都講不完 不過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這些東西是計算 但是計算之中 有很多都是主觀感情 如果真的做生意 我找個求疑找個女人也可以 為什麼要找個48歲的女人呢 就是如果我搞這些東西 我其實求疑想藉口也可以 為什麼要做到樣子是這麼多花生 就是跟離婚一樣 如果我們要確保離婚是一個 穩妥的合約機制 簽離婚協議是最合理的 但是所有人都是不會想簽離婚協議 因為你感性上覺得 簽了不就是要離婚 那就是一樣 我們一開始已經沒有想著長生私手 我這麼說 偉奴很喜歡 中國人不喜歡 偉奴很喜歡 是很喜歡簽訂協議 但是中國人就比較 是覺得是比較 婚姻是很脆的地方嗎 就是它有一個理性的設定 但是因為實際上太多感性的因素 所以做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遷就那種感性的思路做 才能夠完美達成 如果不是呢 譬如我最近看網上有個說法 就是一男一女結婚 未婚妻就跟老公說 我就要結婚之後 希望我媽媽和我們一起住 你那份糧要出一份給我媽媽 老公都覺得無所謂 這些都是有限錢 因為最後她說 但萬一我們離婚 我都希望我媽媽有個地方是歸宿 所以層樓一定要寫我的名字 那她就反桌了 這些就是我覺得 你婚姻有趣的地方 因為理性的合約制度 但全部都是用感性的角度 是會令到整件事和做 我覺得從理性角度 然後再來到感性 大家覺得這件事是更加 不是我了 是更加吸引 因為感性的事才能吸引 所以這則新聞才值得說 好 下次再說其他話題